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那么你们队伍其实对于major方面的话 有比较期待的去交手的一个战队吗 都挺想交手的吧 只要是打major的队伍都想交手 其实我比较想问就是之前一个BOE嘛 你们是终于反杀了老干爹 你们对老干爹这个队伍其实是做了一个怎样的针对呢 在今天 其实我不在基地我也不知道 我一个人在外面啥也不知道 我就打扫自己了就行了 是这样的 那你是方便说一下原因吗 你怎么不在基地啊 我办护照和签证 你在外地办护照和签证 OK 就是戴德这个英雄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是比较少拿出来的啊 我对这个英雄也没什么理解啊 皮球能不能跟我们就是分享分享这个对于这个英雄的一个一个看法 其实我都是看外队录像学的建议你也去看一点 你要是国外队那我们肯定知道我贴贴播这种东西的呀 我就想想听听你对于这个英雄的一个理解啊 我对这个英雄的理解就是对线要有个人实力吧 就对线要细一点 然后打团的站位要猥琐一点 然后保证救到人然后多拉扯 然后就可以玩得比较好 嗯 然后我之前是看国外队比如说那个Tangra 他们是比较喜欢用什么戴德配CK的 这种组合你们有尝试过没 训练玩过几把 然后比赛 一直好像有时候忘了没拿出来什么的 或者不好发挥 反正我们也是看Tangra那个戴德比较厉害 然后他们让我去学 然后我就学了几天 可以可以感觉就学的很有效果啊 现在就是冰龙老树精 然后再加上戴德这三满斧直接让 让对手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啊 确实 对手非常针对 所有队打你都会去搬那个冰龙和戴德 好想 说到这两个英雄我想问一下 皮球他们天天天天搬你前两手冰龙戴德 这个冰龙大树 你做何感想 感觉有点难受 天天被这样搬 知道有点玩不下去了 这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 如果出现对方先手BP的时候 他们搬掉冰龙老树精 抢掉你戴德 或者说什么搬掉戴德老树精 抢掉哪个冰龙 你这时候要怎么办 这能跟你说吗 那就 暴露战细玩不了了 感觉就怎么把这本我这个冷 我替他回答一下 如果对面这样做的话 那我受不了直接投降 还有一种磨漠口 突然想起来啊 那再问一下皮球吧 就是 其实赛季术你们练金 打 你练金也有玩的吗 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比如说中路是 奥瑞的屠夫 然后你玩一个练金 然后给他养个A仗这样的玩法呢 我看好像国内队这边都没怎么选出过这样的组合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训练里训练里有过 但是比赛里没有使用出来 然后我在路人 路人玩过 路人我用一把链金 养过一把超哥的徒步一张 哦 就养超哥不养奥瑞是吧 那比赛当中也是 比赛他们对我的链金不太信任吧 觉得我玩不好 哦 太谦虚太谦虚了 那么其实在这个赛季 因为马上你们准备位置了嘛 这个赛季也是打完了 然后你做一个总结吧 你觉得MVP 对你的话你比较想评给谁 然后给自己队伍的一个发挥打个分吧 满分十分的话 其实最近 最近我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都赢的比赛感觉都靠队友台的 然后今天发挥最好的应该是小胖好不好 那今天实在是太硬了 然后给自己打费也就打个五六十分吧 这赛季打的不担心 哦 非常谦虚 那也是希望你们之后进步吧 最后再跟支持你的支持你们队伍的观众朋友们 粉丝朋友们说几句话吧 嗯 就 请大家支持 支持查队吧 然后支持查队 支持中国队打Major能取得好成绩吧 好的好的 谢谢皮球 也是希望你这个签证护照能办得顺利 谢谢 嗯 谢谢 皮球还是比较谦虚啊 他对自己的一个发挥是这么 这么打分打这么低啊 因为对手其实把他的两个五号位放在前两手半 就已经非常的尊重他的一个发挥了 我感觉他已经被你们问出汗了呀 团队动用的 不是他肯定没问出汗我跟你说啊 之前他说他自己路人局养超哥那个屠夫A帐的时候 神采飞扬 我判定铁小超人 小超人 哎我记得你们俩之前解说的时候 好像谁也暴露了自己是小超人 是是A哥吗 那A哥铁铁小超人 A哥铁小超人 A哥铁小超人 单哥呢 你比较喜欢哪个选手啊 我喜欢每一个选手 你抢头草行了 别说了抢头草 铁渣男 我铁小超人铁渣男 谁能把冠军盾对吧 带回中国的我就喜欢 好吧 我喜欢这样的